那里面呢可以容纳接近800张床位 现在呢现场的施工人员正在紧张地忙碌着 在这个病区的旁边的这样的 包括它的枕头还有被套 也都是全新的为这些病人所准备的 我们看到现场有军方的没有开始通电 但是可能短短的几个小时 它这里现在已经是灯火通明了 可以说速度是非常快的 我特别要给大家介绍的是 它这里有一个通风的一个通风孔 那这个里面输送到这个病房里面的空气呢 其实都是经过了净化后的空气 电热水器 这里也有一个通风孔 我们专家队员具有病毒学 空气微生物学等的专业背景 曾多次执行重大新突发传染病疫情的防护任务 除了配合指导医院开展病毒检测 提供生物防护指导 推广现有的食物性成果的临床验证以外呢 我们还要深入一线 优化流程 提高检测速度 快速筛查疑似病例 病区和病区之间呢 也在进行管道的一个铺设和开挖 另外呢 病区上方的一个通风孔啊 一些工人们也在这里施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